似乎现在国内存在一种特别不好的风气,从洋内外,总是感觉外国的东西比国内都好,就连外国的一些节日都成了主流,更有甚的将爱情也如此看待。 现在娱乐圈中有一些明星与外国人恋爱,比如刘依菲,宋毅,汤维,萨维宁,维维等人,但是很多女星的婚姻并不圆满,甚至离婚。 小编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位主持人鲁玉,说到鲁玉,大家都非常的熟悉,她美丽有气质,有内涵,是中央电视台有名的主持人。 鲁玉在留学期间恰爱过老公,被宠爱四年,后来离婚一下子受了很多,回国后恰给了初恋。 其实,鲁玉在大家心目中,绝对是女神一样的人物,不管是她的才华,还是长相都无可挑剔,鲁玉从小就品学兼优,是实实在在的学霸,鲁玉的主持功底更是了得。 她在刚主持不久,就获得了央视最受欢迎十大节目主持人称号,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,就奠定了她在央视的主持地位。 当所有人都看好鲁玉的时候,在她的事业发展了正好的时候,鲁玉选择去美国留学,来提升自己。 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,遇到了她的前夫,是一个美国人。 两人结婚之后,美国老公对她十分的宠爱,可是两人的婚姻仅仅维持了四年,因为文化差异和外国老公的特殊喜好,两人的婚姻最后一离婚告终,回国后的鲁玉便跳槽到凤凰卫视,开始了自己事业的新章程。 这段失败的婚姻,使得鲁玉深受打击,同时她觉得还是国人比较好,于是她后来与自己的初恋男友走到了一起。 这个初恋就是打击熟悉的著名主持人朱雷,虽然长相不是特别英俊,跟鲁玉也不是那么般配,但是她对鲁玉特别的好,从来不在乎鲁玉的过去,对她特别宠爱。 只是现在从电视上看见鲁玉的时候,感觉她特别的瘦,这些年一直是这样,在婚后也没有孩子,不过小编是比较喜欢鲁玉。 不,仅是因为她的主持功底,还因为她的高情商。 不管怎么样,希望女神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。 知名主持人陆玉,二婚老公原来是大家熟悉的她,长相一言难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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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